大家好,我是Aaron 在上一期的知识分享视频和大家讲过 究竟燃炉和楼花有什么区别 我收到很多朋友打电话问我 究竟楼花是否可以转让 以及楼花转让有什么风险 如果我们先了解楼花转让的风险之前 我们先了解楼花转让的过程是如何 因为一般楼花转让的过程 是比买卖现楼稍微复杂些 其实楼花转让是一个三方的协议 哪三方呢? assignor 即是我们想转让楼花的人 我们现在当是party A 他们要另一个叫做开发商 得到开发商的同意 就转让楼盘给assignee 我们就当这个assignee叫party B 那这个,party A和party B 当我们现在要谈合同 我们本来party A 开发商四年前买来的合同是50万 买了两房的楼花50万 现在四年后可以转让 家屋也未成交未建好 他们在成交之前想转让给party B 他们已经升了值 现在他们想用60万的价钱 转给party B 假设60万这个价钱完全同意 入面的细节又同意 那是否代表已经可以成功转让呢? 为什么这么简单呢? 不是 在他们两个谈好数之后 他们又要设计一句叫做approval 就是问一下发展商 能否得到最终的合同 发展商同不同意 因为如果开发商不同意的话 他们也不可以转让 在等他们开发商同意之前 我们有没有金钱上的交易呢? 有 party B 要给一个承诺金 那个数是多少钱呢? 承诺金大概就是 因为其实party A 如果成功转让的话 要给一个assignment fee 要给手续费开发商 这个大概可能是由1%到3.5%不等 Based on purchase price 即是50万不等 大概承诺金就跟这个数相约 就可以了 假设如果发展商说 可以了 拿到最终的合同意 他们这个party B 就会把承诺金 递交上去 就可以了 而party A 亦都要交那个assignment fee 给那个开发商 那 问题就是 我们要等多久呢? 开发商才可以拿到最终的合同意 一般下 如果我做过快的话 真的一个星期 我就可以拿到最终的合同意 最长我暂时试过 是三个半月 才可以拿到最终的合同 OK 这个就是整个过程 是这样 一旦 party A 即是assign 将那个楼花 转让给assignee 即是party B 的话 其实同时 也都将风险 责任和义务 转到去party B 那有什么风险呢? 第一 就是买卖合同的 所以里面所有的条款 细节都转让给他 代表party B 就要尽他的能力 在成交之前的时间里面 要履行那个合约 要成交了 有什么是没有转让到的? 有些优惠上的东西 可能是没有转让到的 例如 这个party A 起码楼花的时候 现在发展商就说 好 我给你三万元的优惠 不过只是局限起 成交的时候 才可以兑现 但是可能有时候 说明 我只是给你 如果你转让的话 这个三万元的优惠 不能转让 这个你们要注意 所以要看原始合同的细节 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 就是承诺金 承诺金的风险 诶? 承诺金的风险 怎么会有什么风险呢? 假设 如果我们 刚才我说了 在开发商得到 final consent之前 已经要给了承诺金出来 那我们一定要写清楚 如果假设开发商 是不同意的话 这个承诺金可以元素 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就是交还给那个assignee 就是Party B 那它就不会有一个顽外的损失 第三 就是那个LIFT LIFT的一个风险 LIFT是什么来的? 刚才我说过 那个原始合同是50万买回来的 现在60万转出去 中间差价是10万 10万就是我们所说的LIFT 就是代表转让者所赚到的钱 那这10万元 为什么会 当Party B转了给Party A之后 这块钱 其实它是拿不回的 什么情况拿不回呢? 如果发展商他们建不了屋 他就拿不回 对不对? 烂尾楼就拿不回 发展商是有权 在一定的条件内 是成交不到屋 那他就拿不回这个数 有什么钱可以拿回呢? 首先 Party B有什么钱要转给Party A 我们搞清楚 Party A买屋的时候 是不是给了20%或25%的首期 这是第一个数 第二块钱就是他们赚的那块钱 刚才我说的10万元 把这两块钱加在一起 再减减它之前给了承诺金 这块钱我们叫做assignment amount assignment amount 假设如果开发商成交不到 任何的情况下 譬如成交不到 Party B可以拿回什么钱呢? 10万元就拿不回 不过他可以拿回当初 他给的20%或25%的存交 可以拿回 这个是对assignee的一定的保障 OK? 第四 最后的一个风险是什么呢? GST GST的风险在哪里呢? 其实因为现在 楼花转仰对我们这个市场来说 北美洲的地产市场来说 都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产品 很多人可能对这件事也不太了解 而且在税务上 政府的政策也不断地更新 所以其实在税务上 会出现了很多 我们叫做盲点也好 或者灰色地带 所以我一般来说 我都会买楼花的时候 或者做楼花转仰的合同之前 我们会介绍一个 资深的律师 一个资深的会计师 帮他们看合同 把关系 在这里 所以这可能有机会 出现一个GST的抖分 就是说 究竟GST是基于什么数 Assignment Amount 要不要给? Lift Amount 要不要给GST? 什么时候给? 这些很多种种问题 都可能会出现 如果你们对楼花转仰 有更多问题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随时解答你们 我是谁 我们今排地产经纪 Aaron Chang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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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